這幾個科學園區裡面 0403已經經過了一個多禮拜了 就 那你們的損失到底有多少 整個硬體各方面跟科學園區這個損失基本上已經都是 都是在幾乎是微無其微 至於內部因為暫時停工 他重需調整機台這個部分 這屬於營業機密 我真的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但是如果說你要這樣鬼話連篇 我們就來好好的探究 到底過了八天了 大家都還在睡嗎 都沒有去掌握說各園區的狀況 副主委 我先請教一下今天主委在哪裡 他在請假在行政院院會開會 行政院院會開會 每個禮拜四都行政院院會 那今天有跟國科會有相關的報告嗎 我因為是奉令來這邊開會 應該是有要務 那您不知道 每個禮拜四都是行政院院會 行政院院會沒有改變過 都是禮拜四九點半 那如果說今天沒有說國科會主委 一定要在行政院院會報告的話 他有什麼理由今天那麼重要的 國家科技發展策略佈局 那麼重要國家科技發展 結果主委放著立法院質詢 背詢報告不來 然後在行政院院會裡面 坐在那裡面 以往院會是誰開比較多 你開比較多還是他開 都是主委 主委開 主委親自開 但是遇到立法院的時候 主委也特別交代要跟委員抱歉 今天其實很抱歉 他在院會裡面有重要的事項 什麼事項 這個他沒有跟我講 這個是主委的權責 就是說基本上 那他也特別交代 所以今天很多的 這是國會殿堂 你現在不是接受外面媒體訪問 不是隨便糊弄耶 是是是 你講的每一句話 都要有評有句 我了解 所以說今天他也特別交代 什麼樣重要事項 比國家科技發展策略佈局更重要 是 所以今天的報告事項 隔中山 隔那個中校東路 一路之隔 他寧願坐在行政院裡面 也不願意來立法院 是這樣嗎 這個 好啦 今天的東西他都完全就是 很特別的交代 就是說一定要 很特別的交代 所以 以後大家都很特別的交代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以後都不用部長啦 隔魁 新上任也不用新上任隔魁啦 以後隔魁也不用出來啦 也不用備詢啦 很特別的交代 副主委 我沒有要為難你的意思 是 你也是被派出來的嘛 是 謝謝 但重點是本席很好奇說 今天招委那麼慎重的 安排這樣的一個專案報告 主委可以不來 那是不是說主委是在躲媒體 還是說 第一波的人事名單裡面 520沒有他 心情不開心 還是 有可能現在有公聲傳說 他有可能是未來的訴發部長 有沒有聽說 這個完全沒有聽說 那之前 吳主委在這個委員會的時候 也被問到 他那時候講是說他去意已間啊 他說他520之後就快樂的退休人啊 他說在各行各業也可以為國家服務啊 那我想請教 既然 你被充分授權 他有特別交代 那他有沒有講說他520一定還是離開公職 這個沒有 也沒有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回答嗎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 很多東西你沒有辦法回答嗎 個人的事情我沒有辦法回答 是不是主委應該還是要來 你在幹嘛 求助是不是 我想再次 再次致歉 要call out call in 還是二選一 再次致歉 對對 抱歉 我想這個主委有特別交代 官員520前 不要有這種代退老兵的心態 絕對沒有 他們每天還是非常重要 現在是新國會新民意 1月13號之後我們都戰戰兢兢的 因為我們都希望國家科技發展很重要 但如果說用這種代退老兵的心態 還是認為說520到了 反正我拍拍屁股走人 國客會跟我沒關係了 船沒交水沒流 這種心態真的要不得 是 這個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心態 是 花蓮這次的地震齁齁 是 全國際都很關心 為什麼國際很關心 因為台灣半導體供應很重要 是 那台積電 我們真的也是要再一次的感謝台積電 以及我們所有的這些晶圓廠 以及所有最重要的是第一線工程師 是 說這些工程師 地震發生之後 大家都是逃難 就工程師趕快趕回去 休假的非休假的趕快趕回去 就是要趕快來復工 那去做整個機台的一個修復 那現在台積電也講是說 隔一天4月4號就已經講 晶圓廠設備恢復率超過80%了 那國科會也說 竹科 中科 南科都陸續恢復中 但我想現在確定一下 此時此刻是不是所有的科學人區 都已經正常的營運 應該大部分都是 不是應該啦 不是 我現在講就是說 此時此刻 不懂要不要問一下後面的幕僚啦 不是 我是說我們隨時都有報 至少在幾天前是80% 那現在的狀況我們請他 請他 4月4號媒體就已經報導80%了 現在幾號 4月11號 好 經過了7天時間了 本時要問的是最新的進度 不是應該 掌握狀況怎麼樣 來 麻煩 跟委員報告 我想 經營廠 平時都有在做演練 我現在只確認 科學人區是不是都已經恢復正常了 對 幾乎啦 大部分 遺棄 哪個小部分沒有恢復正常 因為有些還要經過調教 要做一些幾天的穩定度的試 所以我們有沒有掌握 有 那有掌握資料在哪裡 你剛剛講的狀況 感覺是你沒有掌握 有 我們平常就有在跟各廠商聯絡 那現在 好 你有沒有相關 你現在手邊有沒有資料 到底現在恢復的程度到90% 80% 還是還剩哪幾家廠商還沒有恢復 有沒有這個資料 我沒有辦法答覆每一個機台 是都 我現在不是問你機台 我現在 是不是都 來 副主委 本席的問題有那麼難回答嗎 我了解 科學人區是不是恢復正常的運作 我完全了解 讓我稍微回答一下 這問題很重要 大家其實都會關心哪些機台多少% 但是因為這些有些牽惹到整個 它產業內部的調整 比如說它剩下兩三個機台 或者是有百分之幾 這個東西它不會直接 跟外界講 但是現在 國客會的本身的重要任務是 當它有任何的需求 跟在基礎建設各方面的需求本身 這個我們要完全掌握狀況 那目前在這個地方 就是 Infrastructure Supporting 副主委 本席問的是說 科學人區 是不是完全恢復正常運作 很難懂嗎 我相信 應該還是有少數的機台在做調整 因為機台的調整本身 它要去重新去reset parameter 但這個部分 來副主委等一下 停一下 來 是 我問 正常人問 立法院今天是不是有正常開會 你會跟我講說 有兩個科長今天請假嗎 你會問說今天 委員會就是有正常開會 就是有正常開會 沒這樣就沒這樣開會 正常運運的意思 今天我問說 科學人區是不是有正常運作 一直在跟我講說 科學人區裡面有 可能有機台 還在修復中 我不瞭解 我們國科 國科會是在管這種事情的嗎 已經正常運運 這個點我們可以講 好 那再來 相關的 因為這次0403地震 而造成相關的損失 我們非常關心 是 目前掌握多少 目前是這樣子 我有跟國科會比較相關的 就是研究實驗室 那當然整個 整個學校包含各方面的這個 這個損耗部分 我們在這一次 是 科學人區裡面 國科會主管 這科學人區裡面 0403地震 是 總共的這個園區的損失 現在出估有多少 目前因為 整個恢復的這個營運 那應該是相當的有限 那至於 怎麼樣去計算這個損失 是不是都沒有去查 不是 這個牽了到 對不起 牽了到產業它的內部 還是認為說 科學人區不關你們的事 是 是關你們的事 那 0403那麼重要的一個地震 全台灣大家都在看 我剛剛開中民也講是說 全國際都在看 因為 台灣現在半導體的供應鏈 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可以從 但我現在在問的是說 你們主管的科學人區 這幾個科學人區裡面 0403已經經過了一個多禮拜了 那你們的損失到底有多少 對不起 就 整個硬體各方面 跟科學人區這個損失 基本上已經都是 都是在幾乎是為無其為 至於內部因為 他會暫時停工 他重須調整機台這個部分 這屬於營業機密 他也不會直接 來我請教一下 但是目前我們可以看 對不起我一定要講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來來來 副主委 非常好 你有底氣 我們都來有底氣 我真的 本席問政 可以去問一下 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委員 我真的是 有一分陣去說一分話 但是如果說 你要這樣鬼話連篇 我們就來 好好的探究 206台南大地震 南科 損失多少錢 李培青多少錢 科技廠 知不知道 157億 921的時候 科學園區 李培多少錢 委員 這個部分 146億 非常重要 那我們現在講是說 這一次 0403的大地震 是921之後 最大的地震 比那時候 206的台南大地震 還要嚴重 結果台南大地震 那時候 南科有損失到157億 你現在跟我講是說 這一次 0403 微乎其為 你的底氣從哪裡來 誰告訴你的資料 他在明顯 具體的損害 跟破片這個部分 那現在我們也看到了 現在我們也看到了 委員這句話 我回答這個很重要 殘險業 非常的關心 也非常擔心 後續會有賠償的問題 是 我們也很擔心 因為科技大廠有投保 所謂的商業險 活險 附加地震險 那現在過去 有921大地震 跟0206的台南大地震的經驗 可能有報廢營業中斷 或是 遺棄損失的這個修復 我們很明確關心這一點 但是 有沒有去掌握 但是這一點 它是屬於內部的盤點 所以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掌握 還沒有公佈 還沒有任何公佈 那你們也沒有掌握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掌握 是 一定要掌握 什麼時候會掌握 到現在4月3號到現在4月11號 已經8天的時間過去了 還沒有掌握 當時好很多 所以我們整個機台 我們初步的理解 事實上是 情況 可能快速回復 是比上次好很多 所以我們這樣 是 本席剛剛也開中命獎了 真的這一次 有很多的因素 但是你們身為管理者 其實是最 不是說現在說好很多 是因為 這一些都是第一時間 很多的工程人員 很多的代班人員 不眠不休趕快去來做搶修 再者是地震真的是震央 相對來講 發生在台灣東南西北 都是一個 但是沒有發生在 我們科學人區的震央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說 我們到底過了8天了 大家都還在睡嗎 都沒有去掌握說 各園區的狀況 這才是今天本期 難道不認為說 今天來做報告的時候 我們會關心這個事情 國人會關心這個事情嗎 那個報告委員 這個資料都沒有準備嗎 報告委員 我們有密切 但是這個部分也要廠商提供給我們 你的密切在哪裡 我們事實上都有密切 什麼時候可以給本期資料 密切跟產業 什麼時候可以給本期資料 我們回去把目前 我們已經既有的產業的資料 我們提供給委員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必須要產業 他願意提供給我們 到目前為止 我跟你說 昨天教育部來 次長都可以很明白回答說 在第一時間內 就已經盤查全台灣有505所學校 有受損的狀況 其中東華大學20億 受損最嚴重 花蓮旅中2.2億 其他學校陸陸續續回報 結果我們國科會 在自己的幾個科學園區裡面 到目前為止八天之後 連最基本的說到底有多少損失 到底現在狀況怎麼樣都不知道 這就是國科會的一個效率嗎 兩種損失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硬體的直接損失 這個我們很容易估計 但是是因為機台停工 這個地方造了損失 我最後 這屬於產業的這整個的 副主委 今天下班以前給本期資料 好 今天下班以前給本期資料 已經有了 我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不要再一分鐘了啦 因為你已經超過兩分鐘了 我說實在話 說實在話 主席如果說你剛剛那種 負責的那種鬼話連篇 剛剛一直在那邊 鬼打牆的話 浪費我的時間啊 是我的時間要跟你算啊 很抱歉啦 我們一定提我資料 我只講 本期今天特別關心 因為你們在 第 第十頁裡面 有提到近零科技 近零科技 是本期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2050 2050近零碳排 以及 在那個 氣候變化應應法 在上一屆的時候 我們都一起共同推動 而其中有講到 所謂的海洋能 在之前 本期也說過 北海岸地區 現在因為有核一核二廠 都已經除役 如果說能夠來針對北海岸 海洋能的一個開發 能夠利用季勇的電網 不會增加布設電網的成本 又可以能夠掌握到再生能源 這是北海岸非常好的一個契機 所以我們需要 國科會 針對海洋能 就在你第十頁裡面 有投入的這一些捕捉運用生產 等相關的技術研究 在精進 這能不能做到 這可以做到 我還有先做到嗎 有什麼樣的做 做一方 沒關係 你給我 你給我書面資料 好 那我也希望 針對北海岸地區 海洋能的研究 國科會現在掌握的進度 以及未來 有怎麼樣能夠更進一步 讓它變成是有商業價值 能夠有效率的運用 提出一個計畫 跟本席報告可以嗎 好我們把目前既有 已經有的計畫 一個禮拜內 一個禮拜內 副主委聽好 一個禮拜內 把你們想要精進的做為 海洋能的部分 北海岸的部分 來跟本席辦公室報告 可以嗎 可以沒問題 謝謝副主委 謝謝